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这个衣服是您的外套 我已经洗好 烫好了 谢谢您 还有这个 是我亲手给您做的一点点心 你太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韩先生 您是住在大河公寓吗 是啊 我也住在那儿 是吗 应该就在您楼下 本来应该晚上给您送过去的 怕打扰您 鸡药科的资料 是要在您那里调阅吗 是的 刚才中文部长您打电话交代过了 韩先生 这是今天的清冰报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对 对 我先走了 那个 我先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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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您啊 头好白了 胡子也白了 染的吧 小子 还磕死我呢 我要真的磕出一口子蛋来 恐怕你也没有胃口喝茶了吧 对了 我是教您九叔呢 还是教您吴正伟 好了 好了 好 你说啊 那一年你大难不死 我就觉得你真邪得狠 后来听说你叛变了 我抢了你的账 既然林老师叫我到这新京来 见一个老相识 我估摸的就是你 还好 我没让你失望吧 承向 没看错你 只可惜 满车省委承向的时候 我仍然还在日本 对了 临时省委 到现在还没有跟唐中央去的联系吗 这你也知道 这东北的环境 向来就是困难复杂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和党中央取得联系 所以现在 只能跟苏联合作 跟苏联远中军合作呢 求同存异 毕竟都是共产主义阵 上级党委派我下来直接和你联系 就是为了保护你 我怎么跟你联系呢 这儿就是我们的一个点 你给我个电话 找你的时候给你想三声 你找成功火长找我 请问唐老板是住这儿吗 我姓唐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唐老板您好 我是新开的城东货厂的帐篷 我听说唐老板是 达军杂货铺的老板 我们出来乍到 还请您多多关照啊 好说好说 还要请您多关照呢 这是我们老板让我送过来的 全当是我们的小意思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你看 您要是不收下 那是看不起我们货场喽 那好吧 那我就收下了 谢谢啊 还不知道您家的老板贵姓呢 改日一定去搭谢 我们老板姓吴 口天吴 来 小心 小心 这边易碎啊 听她听放啊 王立总 王立总 好嘞 慢一点啊 谭老板 谭老板 您好 您今天怎么有空光过啊 你上网来吧 今儿啊我给你江老板 带一些见面礼 您真是太客气了 那您跟我来吧 这边请 来 小婶 怎么今天这么安静 新国上学去了 你嫂子到新开张的货场 回谢礼去了 你姐当然是去买硬楼喽 你想当我们关家 出了个你个很金 傻小子 你睡踏实点好不好啊 虽然你姐姐给日本人拍电影 是不对的 但也比你成天往家里招货强啊 小婶 你就是不懂 我这哪儿在往家里招货啊 我这叫抗日爱国 方先生啊 有这么大的仪啊 谢谢 谢谢 给他全服务室 我这儿就去住 快睡 快睡 你给我买条鱼 对啊 活鱼 活的 摔死了 还有一口气 坤叔 你是来看我的 还是来看我嫂子的 我呀 给你屈子探的时候 就能干吗 沈子骂你 我好心好意问你 什么态度 别找了 我嫂子不在 去哪儿呢 相亲呢 不可能 你嫂子这么爱你大哥 不会改家的 不可能 还挺了解我嫂子 好 我嫂子呀 也是苦面人一个 从小就是孤儿 长大了好不容易遇上我那大哥 还刚过门就手管了 有时候我睡醒起来 看着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抱着相机发呆 她说那个相机 是我大哥留给她唯一的面相 那她为什么不把相机里的照片 洗出来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你自己验验她 相机放什么地方 就在她屋子里的箱子里 老板 有客人了 这位是达军杂货铺的谭老板 来 扶着 九叔 九叔 怎么是您呢 你还认得九叔 当然认得了 你怎么来骑进的 好 快叽茶 让爷俩好好细细救 好嘞 坐坐坐 你好 四季啊 这么多年没见 你可变样了 九叔 你还老了 哪能不老呢 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日本人烧在餐厂那年啊 我还以为你在那场 那餐厂是我烧的 你烧的 我就是不想给日本人留下 九叔不说了 都过去那么久了 见到您平安就好 对 不说了 平安就好 要不是我来心灵做生意啊 真不知道 咱俩俩什么时候能见 家里都好吧 都挺好的 九叔 你不知道吧 我都有儿子了 多大了 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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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绿营镇 你就去走的那年 有的吧 那孩子们 他爸爸也来了 我 七年 七年前 为了救我 他死在了街桥 这你说的那个官先生啊 是 这么多年哪 那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啊 没什么 都熬过来了 好歹现在有个杂货店 能勉强养家糊口 九叔 有时间我把儿子带过来看看您 可好玩了 太聪明了 别 我去看孩子 行 九叔 我先走了 你先忙着 这店里离不开人 好好好 四季 别忘了 以后有什么事找九叔啊 四季啊 别忘了 一定来找九叔 我知道 谢谢九叔了 您先忙 我走了 五叔 四季 五叔 五叔 去成都货场 方先生 你在干什么呢 是你让你宽叔动我动东西的吗 什么东西啊 我那箱子 不管是不是往昆叔动的 嫂子你也不该发这么大货 再说他真想找你那相机 找我那相机干什么呀 帮你把结婚照片洗出来啊 我再说一次 以后谁也不许动我那箱子 谁要是敢动我跟谁玩命 怎么了这是 车怎么停了 不是去成都货场吗 就说怎么是你 青黄紧急 来不及叫你到火场了 出什么事了 你要马上转移 转移 为什么 我暴露了 现在只能说心经很不安全了 你必须转移 我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才回到现场 现在工作刚刚开始 我不离开 你对我们很重要 必须马上走 你的工作 我会安排其他同一阶梯的 你以为满体调查本部 是一个来去自由的地方 我现在刚刚不被他们怀疑 这一走不又暴露了 这么多年的计划不全完蛋了 叫你走你就走 哪能都啰嗦 除非你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 开车 谭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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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不能装着不认识我呢 李先生您好 您好 可眼看着就到月底了 今年的房租 可是你两个月前就应该交了 李先生对不起啊 您看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又要宽限 我那间铺子可是不成租的 了 我那间铺子可是不成功 也要导臨 好 我那间铺子可是不成功 是 子军 教授 他是譚子军 你不是关于他 对 我是韩山 我是门铁调查本部远动情报中心主任 我去救他怎么了 怎么啦 我 塞尔 你看你这样子呢 还是安全吗 你要想交通死 你就下去吧 这只够一个月的帮助 月底我还来 我给你挑个底 紫禁来西京组织上和我都不知道 这是计划外的变化 这个变化只会导致你暴露你关于大家的身份 九叔 您相信我 你的任务里没有谭子军这个名字 你必须以共产党员的名语发誓 在执行任务当中 绝不会因为自己私人感情暴露身份 只要你完成任务 我马上安排你离开心境 我马上安排你离开心境 不是玉达少爷心疼你吗 这相机里面 不是有你和玉达少爷的结婚照吗 你只要叫方先生帮你洗出来不就是了 我马上安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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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去 поймет 你还要去猪狗 你现在还有什么 可以承识买 我马上安排你 你怎么来了 我马上安排你 我马上安排你 你赵龍 我马上安排你 这是德国莱卡二十一年的 全世界只有一百五十台 那你看它能值多少钱 干吗 你要买了它 是 我不太清楚 现在的行情 我怕被当铺的人骗了 这么西上的东西 当得可惜了 是啊 不过放在家里也没用 而且现在家里接着用钱 你看它能值多少钱 你想当多少 七八百块行吗 这样 我给你一千 不用了 不用 嫌少啊 不是嫌少 真的不是 你已经帮的我够多的了 那你也得让我占点便宜 什么意思啊 像这个品牌的相机 在市面上很少见了 再说我这个照相馆 也有用啊 可是 行了 别可是了 我给你写个戒条 等你宽围的时候 你再赎会去 走吧 不用了 那我先回啦 子俊 这里边有底片 需要我洗出来吗 我问你 手那个尖划 我给你好 我帮你走 你不用了 我都拿着 不用了 我给你我找你 提供 我给你打电影 你帮我给我的手机 会我给你打电影 你去什么厉害 所以你考虑过了吗 满洲的法律规定 男子必须服兵一三年 小泉肯定打死也不娶 这孩子大了 我还真有点力骨从心 不知道他还会闯什么祸 在满洲像他这样的孩子很多 我倒觉得 他应该去军校 满洲的陆军学校 对 日本的军校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不过这年月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冯先生 还得请您多开导开导他 没问题 交给我吧 那谢谢 好 那我走了 好 那我走了 好 那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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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好 Islands か 对 方先生 这是什么呀 朱利拓人能带他枪上药啊 谢谢你啊 照片洗出来了 洗出来了 就仪仗有些问题 其他都在 天地 用出来 绞乱 鳌鱼 哎呀 我 我是不是不应该把它洗出来 没有 没事 对不起 方先生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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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妈 九叔来了 九叔 我说你不舒服在休息 九叔说他找你有事 我也已经没事了 你赶紧叫他进来吧 九叔请 九叔 子俊 快坐吧 好 喝茶 来 谢谢 来 小婶 你先下去吧 九叔 您找我有事啊 这个你拿着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在百家山我买房子的时候啊 跟你舅舅借了两百七十个姻缘 这不啊 没有多久 你舅舅就不在了 这些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还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你在凤田工作哪知道这些 今天见着你啊 总算了了我的心愿了 你舅舅不在 你就带他收着吧 可是九叔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再说了 我这连个字据都没有 我这连个字据都没有 那怎么好 没事 九叔信得过你 可是九叔 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在百家山的时候啊 就是靠着你舅舅 这钱你要是不收下 我这心不安 我的货场 才开工不久 手头也不宽裕 先给你这些 剩下的再容我些时间 嫂子 小婶 齐齐回来了 家里有客人啊 九叔 我帮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小姑关于琪 齐齐 这是我娘教的九叔 九叔好 好好好 这姑娘长得可真高啊 那是我嫂子的功劳 齐齐 你这是去哪了呀 这新买的 好看吗 嫂子 我跟你说啊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满洲硬化 正式的演员了 不是说要下个月 才通知吗 你没看报纸啊 李市长说了 要增强文化宣传 促进大众娱乐 所以呢 给满硬增资 就九百万 我呢 就提前上班了 对了 嫂子 这个呢 是孝敬您跟萧婶的 这个呢 是没给小全的 九叔 你先坐着啊 小全 小全 子洁 你丈夫家里 还有些什么人在这儿啊 除了琪琪 还有郁达的弟弟小全 还有就是刚才那位萧婶 萧婶是看着 琪琪和小全长大的 虽然是仆人 可是我们现在都成一家人了 那关老太爷和太太呢 凤天沦陷的那天晚上就走了 这一切都像梦一样 要不是有了新国 我 我都不知道这些年 我能不能撑下来 昨天我去了她家 给她留了笔钱 谢谢 是组织上决定 我只是执行 组织上有指示了 还没有 可是我想 组织上一定会要你们两个人 其中的一个人离开新京 我不走 我知道 昨天 我是想劝她离开新京 可是看见她带着一大家子人 住在她舅舅的老宅子里 真张不开这个罪 一大家子人 你妹妹 你弟弟 你们家用人消失 当然 还有你们俩的儿子 叫新国 你妹妹 你们俩的儿子 俩的儿子 这个家还在 可是关于他不在 我明白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放心吧 我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 我是看着子军从小长大的 也没想到她是 一个这么能吃苦的女孩 自从你父亲死后 她就带着一家的人 来到了新井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就以把广东军占领我凤天队 当天晚上被炸死 这一切没有发生 现在会是什么样的 你是谁 你昂着头却含着泪 你是谁 你微笑着心碎 你是谁 你宝尝无悔为了谁 摇拨嘴唇却无言一对 你在风中走 风走雨在追 你在雨中心雨来无包围 你是影子却光芒似舍 你是天马却声势如泪 什么时候 你如期而归 让我温暖 让我依偎 什么时候 你在阳光下醉 让我拥有清风干 你的泪 What the hell? 来位马丽尼 这也有日本三得利 怎么又说不得 这里只放日本人意愿 只拿猪 你说什么 支那猪 我要听书吧 放一 不合他 我说你被说 我了 我说你 让我来 你对你 我说你 我说你 你 我说你 我说我 我说不算 我说你 我唯不算 我唯不算 感谢观看 欢山君 我知道你是从远东总部调来的 我也知道你在那里很受众 但这是满铁的天下 我劝你收敛些 你们日本人跟苏联人 在中国土地上打仗 老子一家人都没了 我敢去 谁要帮我 混蛋 你跟韩先生同在一栋公寓里 从今往后 你可以多照顾他 好好帮他 坐下 陪我喝酒 你喝酒 我喝酒 我喝酒 你喝酒 暂时 这 我会不帆时 你喝酒 我喝酒 能吃了 快乐 你喝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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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